线粉就会跑出来就没这么好看 那就是要把那个皱褶全部都抓紧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把它拖圆 草屯镇小太阳续身关怀协会 为了让民众在中秋佳节时可以吃得安心 举办了首作DIY月饼 庆团圆和中秋中秋DIY月饼活动 那会做这个原因是因为现在很多食安的问题 食安的问题大家会搞得人心惶惶 所以我们决定自己来动手做一个健康养生 又让大家喜欢吃的月饼 那今天我们的月饼的蟹料都是我们自己提炼的 我们不加任何的香料 就是纯粹自己调配一些原料 把它做到最天然 那让大家除了吃得健康之外 中秋节月圆人团圆 然后又不会发胖的月饼 希望大家吃得开心 县议员黄文君与料子又议员 肯定小太阳续身关怀协会的用心 也感谢这些志工的付出 在每一年的中秋节他们会举办中秋月饼的DIY 希望小太阳能在地方上发扬 花光 花热 让大家带来温暖 那一些老人能走出家里 到户外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 感谢小太阳也感谢所有的志工朋友们 我们也感谢说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社团 来把我们的社区的一个活力带出来 我想我们也要感谢他之外 也希望说很多社区能够像这样的一个学习 能够让我们的社区全部都动起来 让我们的长辈都从家里走出来 先议员检世证肯定小太阳续身关怀协会 对长辈们的照顾 希望社会大众能支持此类的社福团体 关系到我们这些地方的社团 让他们一个很好的地方 大家聚在一起 用他们的精神来关怀到我们地方 每一个角落 我感觉小太阳这个 我们这些志工也好 我们这些社区 我们这些详细社团 都聚在一起 在为了我们地方的欢迎 跟我们这些社团人的身体健康 他们这个关系社会 做得很好的 也让我感觉 值得我们大家来跟他们支持 热心的志工妈妈 也带着自己的孩子 到场来指导长辈们制作月饼 希望透过DIY制作过程 可以让长辈们吃得安心又健康 希望透过小太阳 续生关怀协会的努力 不仅能让社区长辈们 走出家门活络身体外 也能让儿女更加放心 记者刘永胜草屯采访报导